RAID TV 大家好,我是RAID 今天想要替各位大家測試 這台Gogoro 2的Premier 這台新車啊 能不能騎長土的 那我今天要測試的距離呢 是從新北市的五谷這邊 然後到台南市這樣子 這樣距離大概有300多公里吧 那我這次呢是想要挑戰那個 西濱公路 因為大家對這台車電動車啊 最大疑問就是它的充電系統 因為很多人反映說 充電站的數量不足啊 等等之類的問題 那我剛好就想說今天 如果我們來試一下從西濱公路 因為西濱公路呢 是一條蠻適合機車做長途 旅行的一條公路的 然後我大概要簡單看一下 充電站應該都是足夠 而且在西濱公路的幾個 重點站附近呢其實都有 其實你在把握好的距離 抓住那個距離去換電池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夠用的 當然 感覺歸感覺嘛 我們今天就來洗車看看吧 那我今天還有裝了一個包 這個包呢是熊貓新包 我還沒有拿著它過來送餐 它第一次呢就被我拿來當水裡包了 因為機車的空間畢竟還是有點少嘛 所以呢我就是把它拿來當後 就像後面的盼寶箱一樣 就把它當置物箱用 還蠻方便的 OK那為了學公平呢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我們從7點開始 其實我的電台蠻多的啦 那我想說還是換一個滿格的電 然後我們出發試試看吧 我現在車上的電池呢 是二代的電池 那希望呢可以換到 等下去充電站可以換到三代的電池 因為三代電池呢它的續航力就高很多了 像這個呢我自己在騎啦 呃 其實有人說那個測錶的那個公里數不準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蠻準確的 它會根據你之前騎的一段時間 然後去換算你大概電池可以騎多少公里 我覺得蠻準確的 那像我換到這種二代電池的話 大概是六七十左右而已 大概最多最多不會到 不會超過七十啦 那如果換到三代電池的話呢 大概會有九十到一百多 這些都有 大概最高好像到一百零幾 那我剛剛都還蠻準確的 我之前試過一個三代電池 確實我都可以騎到蠻遠的距離的 OK 我們就換電池吧 OK 現在已經把電池插進去了 那這個電池呢 我換轉距離我剛剛講的 距離我只有騎了七點一公里而已 然後現在就期待一下它出來的電池 哇 看樣子還是二代的感覺 欸 沒有喔 有這個字母 大家記得啊 旁邊如果有這個Network的話呢 就是三代電池 所以我拿到這兩顆呢 是三代的電池 OK 把三代電池裝上去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 以前是有多少吧 正常應該會有九十左右啦 不過呢一個問題是 這個充電站啊 這個時間剛好都是 因為我剛剛我們在錄影的過程中 就有三四個人來換過電池了 然後我記得這個充電站 因為附近還蠻多住戶的 還有公園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附近騎運 電池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呢 大概晚上這種下半時間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不會滿電的 因為來換的人太多 它來不及充電 那我在猜這顆 啊對沒有錯 它這個呢沒有滿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看到的里程數呢 是它預估只能騎87.7而已 所以呢我代表這顆應該是沒有百分之百滿電的 可能大概只有八九十的充電量而已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舉行出發吧 OK 然後目前呢 預計的里程呢 到我所要的地方呢 是總共預估要 六個小時四十一分鐘 然後它預估的順路呢 它大概到雲林上面吧 雲林彰化那邊的話呢 它就切一般省道了 不過呢我想要試試看一下整條路都走西邊公路啊 所以我稍後稍微改變一下 OK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OK我現在呢 小爬了一段山路 那現在這邊呢 是五谷的水堆公園這邊 那這台車呢 剛剛在騎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有感覺 它有一個電動車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是它的 扭力非常的大 因為我在騎車的時候 我之前騎FORCE U5啊 它在爬山的時候呢 還是會有點吃力 尤其像這種 那前面那種有一個很陡的坡 那很陡的坡呢 你一般的機車上來就是 雖然不至於說上不來啊 只是說你的引擎要 吹得非常大力 而且感覺車子會 緩慢的向前移動這樣子 那這個呢 就完全都沒有 那這樣輕輕鬆的就爬上來了 這是電動車的 我覺得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優勢 OK 不好意思 大家將就一下 現在畫面可能有點暗 我現在正在西邊公路這邊 那我現在呢 因為 這是我第二次要準備換電了 然後它目前呢 的里程數呢 還有29.7公里 那電池呢 還大概剩3格左右而已 那其實我這邊強烈建議大家 你不要等到 可能剩下10公里啊 或者是 呃太少的時候再去找那個站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它這一個啊 不過它有一個保護機制 好像 它預估如果是在10公里的話呢 它就會切斷 你的那個 呃 應該講叫限速啦 你就只能騎非常非常的慢而已 你就不能 像我一樣 起中放隔起模式等等之類的 所以你就不能騎得正常的這樣 快速的騎 你就變成說只能很慢很慢的騎而已 而且我個人建議是 還是要 呃 可能跟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嘛 因為我自己 你加油的話呢 我很習慣就是 還沒 還沒沒有亮燈的時候 我就去加了 所以呢 這個機型大家現在 大概在20幾公里的時候呢 就開始來 要那個 找尋 你的換電站了 這個呢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啦 那你要找換電站其實很方便 你就是按下這個 地圖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你周圍附近的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現在在比較郊區的地方嘛 就要往回拉 那因為我是要往南下走嘛 所以呢 我設定了這一家 這一家 這一家 這家當作是我的換電站 那我換完之後呢 就還是可以繼續回來 61號這段期 所以是蠻順路的啦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子 我放大一點好了 就這樣子 但它大概就是一定的里程之間 就會幫你放一個充電站 像這邊就比較多了 人口數比較多的話 它就放多一點 然後中間這一段呢 人口數比較少 它就比較少一點 可是到下面呢 又變很多了 其實充電站 基本上都是不缺的 大概就到這一段而已 當然你可以提早換 你也可以提早在前面 比較多的地方去換 或者是跟我一樣 到這個地方再換就可以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機械呢 我已經到了充電站這邊了 然後呢 我的剩餘旅程數呢 剩下20公里 電池呢 這邊顯示只剩兩格電而已 然後這邊呢 是一家超商 包廂 拉雅鋪 然後充電站呢 就在前面這邊 這是我們第二次的換電喔 OK 這是我們騎的60.8公里 然後換一下第二次換電的電池 看起來 耶 還蠻幸運的 這個 又是三代的電池 所以又可以騎得蠻遠的了 喔 果然沒有錯 我們這次換電池之後呢 還可以騎 95公里 所以還蠻長的 如果 都一直很幸運 換到三代電池的話呢 預估應該再換個兩次就可以到了 喔 換完電池之後呢 我們從前面的車上過來 這邊啊 終於有一地方可以上個廁所了 我只要停在這邊 然後說真的蠻不友善的啦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實際路口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這個實際路口呢 其實超商就蠻多的喔 四個 四個腳 四個腳 你用腳肉裡面呢 一間是加油站 其他三個腳呢 都是超商 然後而且 這個超商也都蠻大間的 他們原本都有提供那種廁所 給人家上廁所使用的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呃 可是之前三級的時候封閉 不讓人家借廁所 我是認為是ok的啦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都已經降級了 而且他們也都開放內用區了 那為什麼廁所還是不開放 這個我就不太能理解了 因為超商還是很方便的一個 讓人家三個廁所 買個東西的小地方 因為像我以前就是 可能會買個飲料買個吃的 然後進去上一三個廁所這樣子 然後可是現在呢 就很麻煩 現在超商基本上還是 都是沒有開放的 那加油站呢 也就只有 中油的直銀站 確定是會有開放的 因為還有很多中油的加盟站啊 他們也是不開放的喔 甚至還有很多其他 我在北部看到很多也都是不開放的 廁所玩的感覺就直接封起來 不然人家用這樣子 我覺得這真的還是蠻不友善的啊 OK 那我們繼續往下騎下去吧 現在呢 我們在一個加油站裡面 那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在這裡 台灣中油的西湖站這裡 然後 剩餘的電池可以形成 我們旅程處是27.4公里 那電池呢 大概剩下兩格電而已 那最後提醒大家 我剛剛有跟大家提過了 最好你在電格 電池在二三十公里的時候 就可以找換電站喔 不要拖到它太低 OK 這個換電站 OK 我們就換個站 順便去上個廁所 休息一下 OK 不知道大家從畫面上 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換電站超級新的 而且啊 我剛剛看到它這電池 基本上 感覺幾乎都是全新的感覺 就沒什麼使用的感覺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整座裡面 除了我剛剛放進去啊 這個是我剛剛放進去的 這是另外一個在換的 那這個原始是不是讓你幾乎 全部都是新的 OK 我們現在正在騎在這個 西濱61號快速道路的底下 其實它大部分的時間啊 都會有像這一種 上面是高架 汽車在跑的 然後下面呢 是機車在走的 或者是一般汽車也可以走 那這邊的速度就會比上面稍微慢了一些 那我沒有機車的話 這邊應該是限速70左右啊 那上面的話 就是限速可以到90 所以就蠻快的 然後這條路呢 號稱叫做 呃平民版的高速公路 因為它就不用再付那個過路費了 那或者是說 有人也可以把它計稱叫做 機車版的高速公路 因為很少 機車很早會有這麼多 呃很早會有這麼一條 這麼筆直這麼長的路 然後紅綠燈也不多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個是屬於機車版的高速公路 OK 現在我們的公里數呢 剩下36公里 那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呢 是全點的武器文昌店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全點的店面 然後它的那個喷電帶就在那邊 那因為剛好呢 這要離61號轉進來就到了比較近 所以要提早在這邊換 因為我剛剛看的公里數 要到後面其實都很OK啦 只是想說我提早換一下這樣子 喔這次比較沒那麼幸運的 這次換到呢 是二代的電池 這上面那個是普通硬膠科的 那簡單分別什麼去 一二三代的話 第一代呢 就是上面是印刷的 然後第二代就像這樣子 那我覺得二三比較難分一點 那二三最好分的話 就是看他旁邊這一個 有加一個network的話呢 就是三代 沒有的話呢就是二代 那這個呢是二代 那里程數呢 應該相對就比較少一點了 剛剛大概說90幾 那現在呢 沒錯 里程只有66而已 所以低的蠻多的 OK 今天就是呢 我們第五次的換電喔 顯示是換到 呃 顯示是都還蠻輕易的 大微都換到那個 三代電池 只有上一次呢 是比較差一點換到二代的而已 我們先到第二位 是全聯的鹿港店這邊 然後呢 剩餘的里程數呢 是26.9公里 因為大家看到這次旅程數都比較少了 只有騎了31公里 所以二代電池呢 是比較差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 貓越來越多都可以換到三代電池 因為三代電池真的長很多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新 拿到的新電池 哇 還是一樣是二代的 蠻可惜的 OK 第五次換電之後呢 可行是旅程處呢 是66公里 我們今天呢 我剛剛騎到後 已經騎了205公里了 能夠換了五次電 OK 哇 這裡有點暗 趕快來先跟大家說 這是我第二次換電 然後 等一下我換個地方 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次換電也蠻快的 希望可以換到三代電池 這樣可以生命長久一點 可以換好電池了 可是行駛旅程是73公里 其實 我換到呢 是一代電池 應該是 這個充電站裡面 一代電池還蠻多的 那 我就今天幫大家測試西邊 到這邊啊 我換個地方 找個光線比較好的地方 再跟大家說明 好了 OK 接下來我們進行 第七次換電池了 現在旅程呢 只剩下13公里而已 那我發現啊 到了中部以後 中南部以後 蠻多那種 都是設在懸臉的 這樣子還蠻方便的 那 剛剛跟大家說一下 我今天騎乘下來啊 大部分 大概到 彰化啊 入港之前吧 基本上都是靠著西邊公路走的 就是可能 有時候會有貢獻啊 有時候會有一些 稍微小分開這樣子而已 那基本上都是靠著那個 西邊公路去走 然後呢 可是 如果是規劃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到那個 彰化也難的話呢 他變成說 欸 都是走 我就不是走西邊 是走其他路線的 所以呢 因為 你說實在我其實也蠻累的啊 我就想說 不要再去換路線了 就跟著導航一直走就好了 那整體七次來的感覺呢 基本上都有啦 然後呢 呃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 可能大概剩下二三十的時候 然後 就會開始找那種充電站的話呢 其實 基本上啊 各個地方都 蠻OK的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基本上都會有 那就除了一些 比較像 靠海邊的山下地方之外 可是 基本上 我自己在看啊 大概 最遠最遠距離 大概十幾公里 就會有一個站 那是 呃 比較特殊的程度 就是很像是那種地方的話 所以呢 如果按照這個比例算起來的話 你如果還有二三十公里的話 絕對是可以到的 沒有問題的 那我目前自己 在這個情況看起來呢 也是蠻OK的 OK 好 有點累了 我就去換電池吧 啊 剛剛換到一個 三代的電池 那我先把它合起來了 然後 公里數啊 竟然有到107 還不錯 這是我這幾天 換到 呃 應該不止 可能這一個月吧 第一次換到破100的 OK 這樣還蠻幸運的 那這樣子距離的話呢 好像可以直接到我家喔 今天已經騎了 兩百七公里了 說實在的 換電池 其實我也忘記幾次了 可能七次或八次了 因為剛好幾次都換到一個 比較舊式的電池 就是換到一代電池啊 等等之類的 然後 自己的感覺啦 就是 一代電池 它上面上 雖然差不多 可是 呃 我指的是說在螢幕上顯示 可是我自己的感覺啦 好像一代電池會稍微低一點 比如說它顯示60好了 可能就感覺它可能只有50幾而已 就是會稍微差一點點 那二代的話呢 就是比較剛好 那三代的話 就是更符合這樣子 我再猜 應該是一代那個 它的電池用比較久 電池有老化的關係了 OK 那接下來呢 看一下 我 距離我家呢 還有70公里 要繼續往下走 OK 接下來我們去看一下 它一天這樣子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去吧 嗚 從半夜起到天亮了 那現在這電池呢 甚至最快20公里 那剛好 那我站了 那我今天總共起了 三百五十一公里 已經到了台南這邊了 然後等一下進行換電 那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啊 在我這樣騎過來的路程上 發現其實中南部 也沒有想要 大家網路上說的 那麼的不好換電 因為其實 這一種電啊 其實大部分 連那種鄉下那種很蠻 呃 比較偏遠的地方 也都有這個站 雖然說那個站點 就沒有辦法像市區那麼多啦 可是像這個使用的人也少 而且我自己去換的感覺 都是可以換得到滿電的 所以 我覺得基本上 沒有什麼問題的 OK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 騎的這台 GoGo2的Premium 的一個 實際測試的一個旅程 那 就給大家做個參考囉 OK 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我們來聊聊天 我們好幾乎 我們 inspiration 我們來聊聊天 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